6月1日,今天的新聞 澳峰炸千億台幣,主謀姓董 之前有IMB詐騙案,主嫌姓曾 我想這兩則新聞大部分人都不會把它當做壞事 反而會覺得說適合適合 為什麼?因為老實說,大部分的人都窮哈哈的 口袋空空哪有錢去投資啊 像這個澳峰,投資的門檻是10萬美金 也就是基數是300萬台幣,你才可以去投資 然後他每年都會在郡夜大飯店舉辦洗開40桌 但是你能坐在郡夜飯店裡面讓他請客 你至少是投資在3000萬台幣以上的才可以 你看40桌的話,一桌如果5個人大概就是2000人 所以說這個澳峰詐騙案被騙的都是有錢人啊 聽說你那個李登輝的親戚也被騙 然後這個醫師公會 某醫師公會的醫生們也被騙 還有台中七起的貴婦團也被騙 有人一次就被騙1億多 還有網紅也被騙了600多萬 還有一個什麼 反正新聞有報導 還有一個什麼國 國際貿易什麼公司的高階主管 我想大家看到這樣的新聞一定會很疑惑 有錢人不是都很聰明嗎?怎麼還會被騙呢? 老實說我也覺得很奇怪 但這就是告訴我們說其實很多人有錢 他只是一時而已 如果他真的沒有那種富翁的命 到最後他就是會遇到這種詐騙案 就被騙光錢 像這些什麼台中貴婦團 醫師公費的醫師們 或者什麼大公司的董事長 然後被騙了好多錢三千萬一億的 其實他們就可能 可能就不是真正的富翁 不然除非就是說他們錢真的多到百億 百億 被騙著一億多無所謂 好像這個不痛不癢 如果這樣當然是好 但其實這種新聞跟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沒有什麼關係 Who care 因為大家根本就沒有錢被人家騙 但是萬一你真的是存了一點錢 那你要如何不要被騙 首先你就是要看那個主持人 像這個祖賢姓董 一個祖賢姓曾 你從那個他們的臉 你會發現他們眼睛跟眉毛之間很寬啊 有兩個手指中指跟食指並排 如果說眼睛跟眉毛比中指跟食指還要寬呢 那這種人就不要跟他有金錢的來往 因為這種人相當的貪財 而且為了錢財會不得手段 只要你看到眼睛跟眉毛超過兩尺寬的人 你就要注意你自己的荷包 你可以去看這兩個姓董的跟姓真的都是這樣的人 也不只這類詐騙案 其他方面也是一樣 像那些殺人犯、強姦犯 他們都是眼睛跟眉毛之間超過兩尺寬 像以前那個什麼貴婦奈奈什麼的 都是這樣的 所以說你要防止被人家騙錢或者欺騙 第一眼你就要注意他的眼睛跟眉毛之間的距離 太寬的你就靜而遠之啊 不要跟這種人太熟 自己的秘密要保住 此外就是你看這個姓氏 懂真 這都是大姓 所謂大姓就是在華人圈排名40名以內 1到40名以內 1到10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嘛 王阿、陳阿、林阿、黃阿、蔡阿 昨天的新聞不是有有報導說高雄姓陳的就有30萬人 姓林的有20萬、姓黃的有19萬 高雄超200多萬人口 其中30萬都姓陳 20萬姓林 19萬姓黃 也就是說如果有人在街上拉肚子 然後他發瘋了大便拿起來就隨便亂砸 被打到的有可能就是陳先生 陳先生對不起你頭頂上怎麼有一坨大便 幾率上就是這樣 那這些人口多的有一個特徵呢 就是他們很聰明 他們知道擴張自己的族群 所以他們人口才會多 而你要讓自己這個族群姓陳的姓林的姓王的 人口要越來越多就是怎樣 要賺很多錢啊 要有power要有政治權利啊 當議員啊當立法委員啊當里長啊 要有權然後才有錢 有權有錢 這些大姓他們他們的聰明才智都用在這邊 那你要跟這樣的大姓的人交往 你就要奠奠你自己啊 你是不是夠猛夠狠 能夠跟這樣的大姓的人拼啊 你看到這個祖賢姓董 那你要問你自己是不是姓陳啊 是不是姓林啊 是不是姓王啊 如果不是那你就應該要自然而退啊 再來看這個人租案啊 以前我們都說柬埔寨人租案 現在不一定了喔 泰國 昨天新聞報導說有兩個台灣人去泰國 一個是去找工作一個是去那邊玩的 結果在夜店的時候喝了人家遞過來的不明飲料 他就昏迷了 一個中國去泰國的女網紅也是這樣喔 在Pub喝了飲料就昏倒了 等到醒來的時候已經在緬甸KK園區啊 然後台灣那個其中一個人呢他要逃嘛 就從高樓這樣跳下來 結果就癱瘓了不能走欸 他也就是說他的人生就這樣毀掉了 這兩個台灣人到現在都還沒有救出來 這個泰國啊不要去啦 孔子說過嘛亂幫不住嘛 一個混亂的地方你就不要去 大家都以為說泰國觀光業很興奮 但泰國問題很多啊 你看他的軍人常常政變啊 然後雖然是佛教國家 怎麼社情行業那麼興奮 你要會判斷啊 你這樣就可以判斷說這個國家不正常 然後你看他們那個國王也是亂穿 亂搞男女關係啦 行為也是很奇怪 疫情期間像那個現在現任的國王當王子的時候 泰國在疫情蔓延的時候 他自己帶著妃子躲到德國去 你就知道說這個國家有點不大正常 你就亂幫不住嘛 就以我個人來說像我啊 對於佐水溪以北現在要往南再推嘉義縣 嘉義以北 嘉義以北的人我都不會跟他們交往的 所以說對不起啊 如果說有人想要跟我做朋友或什麼 只要你是嘉義以北的 我都不會 我都不敢啊 我都不敢跟這樣的嘉義以北的人交往 因為亂幫不住嘛 你如果是正常人 你不會亂投票 像高雄其實我也不大敢去 自從那個高雄那個韓國語當選 那個太令人震撼了 我那個時候真的是很震撼說高雄人怎麼會選韓國語當市長 我那個時候就跟自己設下一個標準說高雄這個地方不能去 危險 為什麼 黑道都會跟著去啊 你選錯人 你選的人不對 可能問題不在於那一個政治人物 而是政治人物後面跟著而來的人物 黑道什麼都來啦 像現在嘉義以北的地方就是這樣啊 南影的大聖所以全部黑道都下來了 台南市雖然現在是民進黨執政 但是這個黃偉哲也是有問題的哦 他是外甥人 你看他的妹妹 他的妹妹外甥人 他的妹妹是男影的 這個就是有問題啊 為什麼台南的治安會變成這樣 跟賴清德那個時候完全不能相比 現在台南治安壞到 你看兩個警察 土警官跟曹警官被壞人這樣屠殺 到現在台南都沒有下大雨 曾文水庫只有6% 昨天雖然有下大雨 但是也沒有用啊 也沒有解決灘象 曾文水庫還是只有6% 為什麼 兩個警察被屠殺到現在都還沒有 還沒有把凶陷判死刑 天怒嘛 震怒嘛 所以當然這個不會下雨啊 以前久汗不雨 你知道那個唐朝的時候有一個太守叫戴南的 戴南向老天爺求雨 因為乾旱嘛 容作物都枯死了 鬧激方啊 結果那個太守戴南 就自殺喔 他在祭壇上求雨 但大家嚇了一跳 沒想到他竟然自殺 他自殺就是說我自殺 我把自己獻給血祭 獻給老天爺 希望老天爺能感動下雨 結果戴南自文之後呢 真的下大雨了 皇帝知道這個故事以後很感動 所以就把這個地方改名叫做戴南 現在你去江蘇省 江蘇省有一個地方就叫做戴南 這個地名就是這樣來的 上次那個河北唐山燒烤店 六個人 四個女孩子跟他們家屬 被那個流氓 姓陳的 陳登的後代的那一群流氓 九個流氓強姦殺害 其中有三個歹徒 就是戴南那邊的人 那這個台南為什麼一直都不下雨 就是兩個警察被殺到現在還沒有看到歹徒受到應有的懲罰 要寫記啊 好再來我們看最後一點 沈蟲 沈蟲事件台灣版 沈蟲是差不多是1946年那個時候啊 中日戰爭結束之後 那個時候國共內戰快要爆發了 但是因為美國有軍隊駐紮在中國大陸嘛 所以共產黨還不敢大舉叛變 但是要怎樣才能夠把美軍趕出去呢 就用這一招啊 北京大學女學生沈蟲被兩個美軍輪奸 哇這個新聞一出來呢 不得了 全國各地的大學生都 大客上街鬧學草抗議 工商業白工都罷工啊 游街抗議啊 老蔣不得不怎樣 請美軍走路 結果美軍就這樣撤出中國 結果共產黨在美軍前腳一走 共產黨馬上發動內戰 結果等到中共建國之後真相大白 這個沈蟲根本就不是北京大學的女學生 不是是他是中共的特務 而且他的本名不叫做沈蟲 而不知道叫做什麼沈雞雞 還是什麼什麼沈呢 你們自己查維基北科就有 他為這個中共啊立了大功啊 所以就後來就當了大官啊 為什麼要講這個 這個就是現在選舉要來了嗎 民進黨你要注意 沈蟲事件台灣版 南銀跟中共一定會製造一些什麼 性騷擾啦 這個不倫戀啦 這個性醜聞啊 來詆毀來污衊 綠營的政治人物 像前面這個 INV詐騙案 是不是南銀都一直在 在說這個綠營的政治人物 就是跟這個詐騙集團同夥的 就是這樣嘛 像這個奧蜂詐騙案呢 現在南銀跟中共也會同樣 會把綠營的政治人物 把它套上去喔 只是這個詐騙案 因為詐騙的都是有錢人啊 其實效果比較不會大 但是這個像人豬啦 還有這個匪文案 這個一般老百姓就比較有關係 所以綠營政府要小心應應 好謝謝參觀 哇